好的 那我们继续来把中间这个旋律给画了啊 这视频我录了已经应该第三天了啊 好累啊 这 好 我们选一下一个幼视图 不知道啊 幼视图位置肯定不太够啊 我们现在用幼视图刀再生成一个那个基础面出来啊 好像我这样有卡啊 对 然后这次方向要反过来啊 嗯 嗯 反过来 然后我们这样子 对 然后 Ctrl加8啊 点一下Sketch 我们要这个面就可以了 然后一样来个抽取一个offset 我们抽取一下一个结构线 那反方向呢 当然是 然后打一下勾 打一下勾以后 然后我们这个进行一个拉伸 那这次也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动过的一个功能啊 up to surface up to surface 是什么意思啊 对 到这个曲面上啊 然后我们直接match result就可以了 哎 你看到了 然后这个我回去看一下啊 好 我这个明显太内太太的怎么讲的就 哎 太多了啊 明显了 我试一下 试一下 你们可以停一停再看啊 这样子 那肯定减半线咯 嗯 好 这个那差不多 那这时候我们来一个 对反原角啊 其实就这样子一个十啊 反正八应该八什么 可以再可以再小一点 不会那么大啊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反原角就做完了 算了吧 就这点好 反正他到这里他仗可超过这个圆角啊 万能的话早就破面了啊 好 那这时候就这样子一个我们再把这个给画了吧 然后这个画那就一样 我们直接在这个面上面画吧 或者不用 我们在这个圆上面画 sketch一样 control加八啊 反正找我们需要那个曲线 曲线以后 这次就零啊 零以后我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子拉伸就可以了 很简单啊 但是这反方向的 呃 这次可要大一点 来个十吧 十应该不够数吧 我看到那个比较粗啊 哎 但是呢 我忘了对match result不要match啊 ok 要那再下来0.3吧 一样的再弄个缝给他啊 反正就是因为他是两个件 那我们还是要这么做啊 反正就是说那个记得一个东西一个实体 只能就是所有倒甲只能在一个实体里面啊 就一次只能选一个实体也不能分两个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打钩 再下来啊 好 然后这个圆角会大一点 哎 非常的抱歉 我选错了 那就选一个啊 好像不太够了 5吧 5好像看起来差不多 啊 好 那就5吧 干脆就 好 再下来好像 上面这些刻度你们就懂的吧 反正就是投影上去就好了 这个东西啊 这些反正都是投影啊 这些都投影 然后进行拉伸你们都会了哈 然后最后我就把这个给画画 然后就画最后一个托盘可以吧 这个的话反正就通常怎么画了 呃 你可以分件 反正它其实就是一个外面这个件啊 反正我通常反正就是这个面上面在画啊 对啊 反正通常这个面 然后呢就这样子 我通常就我这样反正就其实多画个零件了 对啊 我不知道啊 没事 只要offset吧 呃 这一次我看一下外面这个远方片很偏远角啊 对吧 那就 呃 一一次好像 好像差不多啊 可以 再来一个 也是一样 然后这次啊 五 啊 五太多了是 三把啊 三就很像了 好 那这时候对 我们先减再加再加一个其实差不多先减一下 那这个其实不用很深了 你只要是333333mm就其实就很够了 对3m 然后打一下勾 对这个才算 然后呢 这时候 呃 可以等会再导演讲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都都行啊 啊 然后再下来 这时候继续炒毒部分 红抽加巴啊 再下来是一样的 呃一样抽取这个结构线 这次只要0就可以了 一根 再来两根 好 两根以后吧 一样拉伸 这个反而拉伸 但是不要合并啊 反正就是 不要合并几乎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再下来其实这个风已经 好的 呃 我方向反了 没有关系 好 零点二好 这个那一侧的 我们再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给倒一下啊 呃 对也倒一倒啊 反正就是有时候选起来不是很好选 那你就多到几边了 就多多点几下吧 这个就没办法了 因为 那你当然也可以说 我可以把一个零件然后分很多 然后就弄条超细的缝啊 也可以也没有问题 反正不敢你尝到了很少了 就是 几乎不大可能会用你本身那个模型去画的啊 那这样子一个按钮 我们算是完成了吧 对吧 好 那这下来 我们需要把这个给隐藏一下 真的要啊 因为我们要画后面的这个小托盘 对吧 那我画这个托盘那需要那个 这个图啊 一开始我们那个的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存这样子一个图啊 那这个的话反正还是先弄的平面对吧 那这些的话我们就 就我随便画一下吧 那我先画一下这个平面 嗯 又是图啊 也是一样又是图 然后呢 这时候 呃 这次可能是150了 那不够 300 300 300看看 300好 那 280 这个反正说实话 我自己也是啊 看到这个宽度啊 然后90倍 那就是很差不多 哦哦 90好像有呃 95吧 嗯 这个像像 嗯 然后再下来 我们就开始反正加巴啊 狂加巴以后 然后我们 sketch 对 这一次反正就是简单粗暴了 我们就只要做几个事情就好了 啊 抽取结构线呗 反正就是 对吧 呃 零零在这里 哎 哎 再一下来啊 反正可以慢慢选啊 你就加巴反过来 好 我们有一条线 然后再把下面这条给下面这个给补啊 刚刚没选到凡 嗯 你可以这样给他画上去了 这个没有问题啊 反正这样画 我ok的ok的这些就是 好 那打勾以后 那该做什么 对 把这个给什么 拉伸啊 然后拉的时候一样up to surface 那这些东西反正你们自己很熟悉啊 这个功能 这这真的是功能上的问题啊 然后你看到了这个resource 我们就 啊 好 下面这个也要隐藏一下 好 啊 果然站住了 好 没有关系 我们这样子 先把这个给删掉一下 这个步骤对 需要先生等待 因为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零件给隐藏一下 好 然后这个东 然后这个 我们再拉伸一遍啊 啊 啊 the surface 那你们看到其实算是整个观念性其实还是很强的 在这点上 然后再下来 我们需要把这个面给弄平了 但是哎 这个 但这个面啊 不对不对 不能match 为什么这么讲的 因为 因为他这里是个银色的边 那还是要在这个边上面 我们给他倒入圆角 其实我很想被课的 只是说那个真的 有时候把想文跟画他是两回事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大家不要怪我 啊 但我看上去搜票好像看到了还是挺那个的 然后就啊 对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留言好吧 那就你们愿意 我们我就继续吧 好 那再下来 我们我就把上面这个画了吧 啊 那在下面是一个托盘 对吧 那这个托盘的话 反正就这些反正 就不会画太线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对吧 那我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啊 可能加8 可能加8的时候点一下丑图啊 我刚开表啊 那个拉出去 反正就是要给他得会那个铁片 我设定他是一个2的一个宽度吗 对吧 反正就是设定一个2的宽度 能能让他插进去就好了呗 我我是这么想啊 反正就是 ok 那反正就是说 这也是4 对吧 那这边是给他一个4 反正就让他等会可以插进去就对了 有这个宽度啊 啊 再下来的话 反正就有些线 我们先把那个平啊 就是说相等啊 equal 那像这些都可以 我们现在把一口 反正有一边另外一边都ok啊 给拿着下来也是 也是 好 那这样子算是比较好一点啊 然后呢就 这个线再下来啊 这里我们也给那个4吧 反正规整就规整到底吧 可以吧 然后总编程的话 我们给他一个70吧 应该啊 行 反正他们他也很贴边啊 70以后那这条线跟一个终点的一个 对 跟这个终点的话 我们给他一个35 这一条边跟这里 我们给他一个3 对高点啊 反正这样子 我们算是一个 对 绝对绝对定义的一个草图啊 反正平常人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一个绝对定义的 那这时候这个我们可能就 啊 看一下啊 哎 这个应该是一倍两倍 我啊 我大概拿一下吧 还是 对 看着52好吧 那就那就50吧 干脆就干脆就50吧 可以吧 好50以后吧 那这时候呢 我想这样子在这个面上画一个草 就是那个对 你们懂的 就是我想我想查一下这个边出来啊 把这个边给踩出来啊 这个边踩出来以后呢 Sketch 然后还是一样 呃 那个什么就是插入那个草图 每个啊 嗯 草图tune sketch sketch picture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啊 好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把它那个对 然后呢 旋转的时候先不用旋转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一点也厚 厚了就这样 呃 他应该有个角度 那我就180度这输入 啊 不是一个哦 好像好像不太行啊 可以可以可以180度一个旋转 那就 啊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这时候我要做事情这一个就是这样子 呃 对 反正就是大概画一条这样子一个边啊 好 那这时候这条就有有了 啊 这些数字我们都ok了啊 对吧 那就这样子 哎 全选上间 好 ok 那这时候这个东西方看也差不多啊 那就大概我们大概给个长度吧 可以吧 大概就这样吧啊 好 然后不行 我们的到时候再那个修改一下吧 可以吧 ok 那我们我顺便量一下这边他是一个怎么样 然后我也是大大概两个里面也看得到 其实 那反正你们有些可以按着自己数字去那个进行进行一个修改啊 嗯 呃 好 23是吧 这里面是23好 那最外面呢 这里面23那就23吧 呃 然后这个我们我素质还是那个给要弄个规准规准一点吧 可以吧 那个7 8 8 再下来是一个3 这里 3啊 再下来 呃 这个部分 角度啊 哦 再来一遍 没选到 每次有时候他现在小就不好选了啊 然后110吧 那个110差不多 这时候我们画一条那个中心走啊 哦 哦 有时候如果能像那个什么sondress tutorial他一种就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啊 也是挺好的 其实像他那种哦 我这句对 对 好 那这时候我看一下这个粗度啊 哦 好3厘米是吧 可以没有问题啊 那就一个3厘米 然后就这里我们给他一个30 这里好像是刚刚就是一个23啊 对吧 好23以后那这里边这里边那我就肯定短了这里7是吧 然后再下来我们这条边跟这条边啊 啊 30的吧 30的吧 那我们给他的是15 那其实就OK了 这样子 呃 这样子好 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把这几条线给 我们把这条线给 进向过去 好 那个 然后overdefine diagnose 我们就好我们这条线就可以了 看他商量来的 那他反正这些都没有问题 反正最后不影响你最后那个绝对绝对定义啊 好 那这时候这个已经完成了对吧 这个口啊 那我们就开始把它剪掉吧 可以吧 那就先那个screw cut 对 然后打勾 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工程师话都很累 其实一直都是啊 啊 然后再下来的话 看一下好 他这个铁片肯定是穿过去的 这里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散热口还怎么 反正就啊 呃 这个真不好说 这个结构啊 反正啊 不管 我们继续那个 shell 对那个抽壳 然后这个抽壳反正就二 呃 我们叫一就可以了啊 所以为什么刚刚说要是 你们现在应该知道原因呢 对吧 三四五六七八 哎呀 对 然后把这个面这些给选上啊 抽壳 yes 对啊 你看这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了 呃 首先是这样子啊 在这个面上 我们可以这么选啊 sketch 我们可以再在这个面上进进一个sketch 哎 不行吗 好吧 没有关系啊 我们再选一个面啊 然后这次这个面我们在上次那个比较浅的对吧 我们再来再来建立一个面啊 这个面呢 这个面呢 这一次的话就是哎 应该是选择它 然后pain 好 那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那个把呃 对 把那个多余的部分 我们把那个多余的那个 哎 两边看一下哪边可以啊 对 然后就把这个线给抽取完画上去 就拉伸拉伸一个快刷就可以了 那这个铁片反正多少啊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呢 就对 你们懂得我想说什么 哎 好 然后再下来 我们我就只要把这个线给画了吧 好 可以吧 所以反正有时候基础面有好有不好 反正一个就是逻辑性比较强嘛 你看这时候我只会这么对 那就可以了 那 对他就这一下 我这下我就很喜欢了 然后这样再这样啊 反正保证它垂直的话 你保证的 保证它是一个什么垂直 或者那个什么 水平的话 那几乎都是那个反正有碰到那个点的 然后再说进行一个拉伸 那你看我们边上这些反正都有啊 反正就是尽量尽量把一个外外观的完善度是增高啊 通常反正就是哎 为什么不行了 啊 这个长度我们就140吧 这个反正到时候还要看样板什么 这个正常的啊 反正就是外观的完成度 正常要求是差不多我 我画到这样子再把你再把那些什么刻度啊什么给补上 那差不多这是正常一个完成度 那是有些像顶部那个的话 都有像我第一一开始就讲过 我会用弯弱的话 我不会用那个sonius的话啊 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像这个就这个这个顶部 反正我我平常我也会把它画上去 就尽量把它完整度提高啊 然后再下来这个东地方的话 那就需要说啊 对这里三这三个三个弧线啊 三个弧线我看一下 对三个弧线那就对 呃 看来就需要把那个 看来吧 需要把上面这个这个图给隐藏一下啊 好 那隐藏了以后我们开始画吧 那就一样存在 我们选择这个地址面啊 当然就这里啊 然后选择一个sketch ctrl加8ctrl加8 那看回去这个图片啊 反正就是对中间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定 那我们就 看就 哦 先把终点给找一下吧 反正最后的你们懂的 还是要一个 还是要这个就反正就是镜像啊 再下来我看一下 好 圆形圆形 ok 那就这样子 呃 对点一下圆形工具啊 我们先把这个形给画出来好吧 把中间多余的线给剪掉 哦 哦 哎呦 最近不会怎么回事好像说话中期不是很足啊 啊 哎 真的是哎 哎呦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另外一边啊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赋予他一个tangent的属性啊 反而两边都赋予啊 这样子保证就是一个过渡 它是它是它是一个很顺畅的过渡啊 然后这个我们就只要通过限制这两个来限制他的一个资金多少吧 好吧 应该33应该是不知道会不会太哪个 呃 我看一下哦 好吧 好像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 嗯 先这样子吧 呃 然后这边跟这边的一个差的话 我们给一个5吧 可以吧 然后这一个跟这个的话 那我们我们下面到这 那我看一下 反正没有超出 那可能就是给他个10吧 嗯 不是很够 12 嗯 15 嗯 这样子吧 再给一个3 因为我看他这个还是挺长的 看着挺细长的 这样子 16 嗯 嗯 行吧 16吧 那16以后 我们就一个 用一个 正列 正列的话 反正就是我们选择一个 哪个图形 这个 三是哪 好像没用过这个功能吧 之前也是 呃 呃 y 的话 反正就是 y 我们要三个 对吧 再选三个 再改成一个 那中间的这个3 我们不要是 我们就2 2不够 是吧 那因为本身是3 是吧 那5 就本身的一个数字 再加上那个什么 本身的数 再加啊 这个缝隙 那就 所以这个东西是5啊 那这时候看一下 哦 他是超出里面这 那我们可以给一个6 对 超出了一些啊 反正这个细节就大概这样子吧 不要太考究了啊 你啊 你们到时候自己画的时候修正的时候吗 对吧 就再慢慢修正啊 因为说你们是一个反正就是说你可以好好修正的一个 呃 怎么讲 就是可以就说慢慢修正的一个软件 那主要是一个画的大致方法 你们知道就ok了 我觉得啊 然后你们再慢慢调 像把它画漂亮的 就继续画漂亮的吧 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然后剪掉啊 然后full or both 对吧 反正两边嘛 我们都剪掉啊 因为上面那些 我们都清除掉 我们上面其实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可以很放心的这样子啊 然后这个也ok了 好 那这个也ok了 好 那这时候把上面这个小定给画画可以吧 sketch 呃 这个的话反正就是1啊 好吧 就一个小方块啊 我就大概画画吧 可以吧 那样 那样那个小方块 我们就这样子哎 这样 不要这样啊 不要这个点 不要靠这个点啊 哎呀 这 我像是啊 ok 那这时候就可以了 哎 好麻烦啊 好 上掉吧 再来一遍 这个 这个 然后这边的话反正没有靠边 对吧 那我们要没有靠边 哎 没点到 5吧 我看不够 10 这边的话就了 好 没点到这个跟这条线啊 一定要选上啊 这里我们来个5吧 可以 这时候然后这一条跟这条线我们 看你 看你那 ok 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好 这里 差不多了吧 好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子一个情 然后 哦 中间还有个小凹的是吧 那就小凹一下我得回家 呃 然后再下来我们一样还是需要干嘛对 画一条中心线啊 快点中心线啊 中心线我看一下啊 再啊 这 啊 一条中心线那就 这样子 呃 我觉得应该20会好一点啊 呃 再下来这一条线跟这个我们给他一个10 对 那分钟分钟的意思 那这样子看下他说已经有点小胖胖了是吧 哦 那肯定是16了 那就16应该差不多 那再改回去吧 反正就大概调整吧 你们看那个到时候怎么顺怎么来啊 可以吧 这时候还有两个小定 那小定还是很很正常的一样分钟啊 哎 这个哦 还有个问 哦 这样子哎 我们 这一条线那个正宗中轴在这啊 这里我们画一条中心线 那中心线的时候这个我们给他反正还是一样取一个整数 那我们给他一个6 这边我们给他一个3 给他一个3 那其实算是ok了这样子 呃 再把中这这几要线我把它先清掉啊 多余的再下来ok了以后镜像啊 没有小胖子然后选上这个打勾 再来把这个给多余的线给清掉啊 好 然后打勾ok 然后overdefine就是过度的一个定义过分定义了啊 然后这时候过分定义就过分定义吧 我们就accep 呃好 我们反正accep我们带个noseaccep accep就可以 反正多余的就让他自己上吧像这个啊 我们其实能看到哪一个上掉啊 反正他会自动帮我们上 然后这时候就弄一个小方块在中间啊 这个小块反正太细了 我反正里面东西嘛 现在的厂家反正就是 哎哎 反正哪些人省省钱省钱嘛 基本上这是一个工厂的一个角度啊 这时候也是要我们反正每一条边也来个二拿到时候拉伸起来就看起来比较 啊细一点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那拉伸一下 对那拉伸肯定不用100是那么多了来个二还是来个五六吧 好那那这样子就ok了对吧 啊再下来在这个对我们拉我们再画个小块其实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块其实像这种时候我就会很偷懒的这样子拉一下然后再拉 再对然后再那个拉伸一下啊给他一个是减去二嘛对吧刚刚我们拉开是六 好应该是没问题了行那这样子算是一个完成了吧我觉得是其实算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一个模型了这样子啊 反正画了也有 应该也有两个小时的分就是也画了比较慢这样子啊 也慢慢因为要一边画一边想那所以就 如果是一开始想好可能可以快点这样子那整个其实就这样 我看一下上面的这个上面这个其实真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啊如果知道反正我还是会新优化那你们喜欢的在上面把这个画完也可以啊反正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已经是 就这个反正就是啊用路径吗spect你把接线都画好然后一个圆圈然后就路径走走完就可以了那是那些小片啊反正就对你们看你们要画到多细吧 好那基本上那个toaster的话那刻度啊你们都会画我就不画了那算是完成了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那个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是说啊有什么想画的 不管是vino或sonyrester你们可以发到我邮件然后跟我说一下这样子好的那一个就到这里谢谢大家